细心问诊 针灸治疗 浦游马翻车意外造成多人死伤 慈激艾接力 疗愈伤者 从去年12月开始在台东关山慈激医院 展开将近7个月的中医疫诊 除了当地医生 各地的慈激医院和仁医会 也都抽出时间全力支援 我们是每一周都要有三位中医师 然后一位药师跟两个护理师 那我们总共15周 总共有20位中医师参与 10位药师以及18位的护理师 从化解患者的身体病痛到心灵肤胃 这段期间去了9次的张雀医师很有感触 照片里是一位9岁的女孩 外伤痊愈 心却始终缺了一脚 心灵的创伤应该也是蛮强烈的才对 因为她每次一看到医务人员走向她的时候 她就一定要哭 我们知道她的哭是一个压力的释放 所以我们跟医务人员我们会站在她的旁边 抱抱她 还有因为意外失去两位老师和三位学生的悲难国中校长 表现坚强 但医师看到了她内心的伤口 后续的身心的调试她本来调试好了 用你们的时间可以投入这样这么多的苦难人 这段时间总共进行24次疫诊 超过1000人次投入服务 也服务了至少650人次 以爱疗伤更希望这份爱能延续下去 大家新闻聆听梁家明台北报导